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郭大開講 各位可以看到 郭大今天準備跟大家分享 Ben Ross 全新系列BR05 那一樣照例在分享05之前 我們一樣再講一點點背景 那麼Ben Ross這個品牌 他大概是在1994年 推出第一款手錶 那個時候叫 Space One 那個時候是跟德國名堂信所合作 推出的 那麼顧名思義他就是個太空錶 太空錶後來就還有做了拆彈錶 或者潛水到最深的 這個潛水錶 那其實那個時候都是做圓形錶 所以就像郭大手上右手這一款 一樣 這個 Vintage系列一樣就是圓形錶 所以Ben Ross還是做圓形錶起腳 後來呢就是在2005年 推出第一款方形錶叫BR01 那這個是03 2005到現在也是幾年 那因為這個BR01 03非常成功 所以大家印象裡面好像 這Ben Ross就是以製作方形錶 著名 不過其實 Ben Ross他圓形錶跟方形錶都做得很好 那 94年到現在 25年 對不對 四分之一世紀 Ben Ross準備呢 再次創造他們的這個光榮世紀 所以推出了這個05 這個全新的 樣貌全新的系列 圓形有了 方形也有了 當然 來一個什麼 把這個方形錶呢 為基礎 再去 圓潤他的 四個角 所以變成這樣一個 全新的款式 05呢其實 郭大騎簡單介紹一下 他的成員 他是以不鏽鋼材質 40毫米錶鏡的錶款為主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錶帶方面有分兩種 一種呢 是鏈帶的 一種是橡膠帶的 橡膠錶帶的 那麼 不管是橡膠錶帶或鏈帶 都各有三種面盤 藍色 黑色 灰色 三種面盤 所以這邊就有六款 那還有一款是 漏空錶 漏空機型的 那麼 漏空錶一樣 有鏈帶跟橡膠錶帶款式 所以呢再加兩款 另外還有兩款呢 18K玫瑰金的錶款 那玫瑰金一樣是有鏈帶跟橡膠帶 所以一共加起來有幾款 六款 加兩款 加兩款 玫瑰金的 一共是十款 所以 其實Ben Ross 這個設計的很不錯 一次推出十款 十全十美 那麼在 功能方面呢 這些 鋼款呢 還有玫瑰金款 都是三針再加日期 那麼 鏈空錶呢 就只有三針也沒有日期 所以也是 很好辨認 那裡面搭載的都是 自動商電機型 三針加日期的呢 就是 Caliber 321 的機型 這個鏈空錶呢 是322機型 不管 321也好 322也好 其實那基礎都是來自 Selita SW 300型 那各位如果你常玩機器你就知道 300型就是 我們說 ETA 2892的 的 系統 但是它是 Selita工廠所製造的 所以它跟 2892是同級的 其實這款全新系列的 發想創作呢 也是希望 帶給大家一個全新的面貌 它目標是鎖定在所謂的 都會型的 男女 在這個時尚 都會的氣息裡面呢 它還隱含著一些 製表工藝 我一接觸到它 我看到外景的時候我最喜歡的是 表圈跟表殼側面 倒腳的線條 這個線條 是呈現很幾何 對稱的形式 然後呢 因為是倒腳 所消成的 倒腳在我們機心裡面呢 是一個 工藝的質感跟做法 把它做在表面上面 也就是說 希望在這個Fashion的 這個都會 很時尚的外景裡面呢 還可以融入 製表工藝的感覺 我想這個 倒腳呢 發揮很大的功能 所以你看它的正面呢 全部都是用很細膩的拉斯文 做表面處理 表圈跟表殼邊緣呢 都是用鏡面的倒腳 拉斯文跟鏡面所產生對比變化 當你遇到光線的時候呢 這個 整個倒腳 所產生的 反射出來的 那種光芒 就會非常吸引你的目光 你會忍不住的去注視它 去注意它 所以 這個表 光外形都非常細精 第二點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跟鏈帶的連結 是一種 所謂一體成型的方式 所以呢 它非常有整體感 完全可以發揮出 整體的 這個外在的視覺 去表現出它的時尚感 這個流線的造型 那你去注意看呢 這個鏈帶的部分 它會從寬 到窄呢 會有一個收腰的效果 所以其實雖然說它的表徑有到40毫米 但是呢 它的這個鏈帶跟表頭 配合得非常好 所以這個表頭看起來不大 是一個我覺得很中型的款式 就是 男生女生都可以戴 很適合的款式 那當然 它這種收腰的效果呢 你也必須做更 耗更多的工 去怎麼樣 一個一個去接合起來 鏈帶的這個 這個終結呢 還做鏡面拋光 一樣又是什麼 拉斯文跟鏡面拋光的對比 所以它是跟表殼 是完全一致性的做法 非常的協調 那當然 我們再看到表扣 這邊來 它除了這有一個 Bandrush的一個 Logo標誌以外呢 打開以後 雙開的蝴蝶扣 那蝴蝶扣 跟這個 蝴蝶扣比較起來就是說 它的開口比較大 你比較容易穿戴 那整塊都是 實心的 不鏽鋼 去CNC切割而成 所以它非常的扎實 那也有很好的一個 密合度 所以光聽聲音就知道了 有沒有 第三點就是說 BR0103已經變成 是一個 的一個標誌 那這個標誌呢 它也希望說把這個 你對它的印象呢 保留到BR05這邊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方形表格有四根螺絲對不對 這個四根螺絲的這個樣貌呢 也一樣 運用到BR05這邊來 所以你發現它表圈一樣有四根螺絲 而且 這四根螺絲上面的 刻槽 它都是同樣 45度角 對向 表面中心的 所以這都經過設計的 那我們再 往更裡面看 裡面表盤上 不管你什麼顏色啦 它的 指針 它的石標 橡膠都是立體的 而且都有 箱金邊的 有箱邊去製造的 就是說它工是很細膩的 然後都塗上了 大型的螢光漆 好那我們其次來看一下膠帶款 來我們看這支藍面的這一支 那藍色面盤呢它配的就是 藍色的橡膠錶帶 那如果是黑色跟灰色面盤呢 配的就是黑色橡膠錶帶 好那你們看我們的 橡膠錶帶呢其實它就是用什麼 都是用條紋的 有線條的幾何線條去搭配 錶殼 線條所產生的這種立體感 這個橡膠帶的厚實度 夠 然後 柔軟度也夠 再加上它搭配的一樣是 大型的摺疊扣 所以它穿戴上也是非常方便 不鏽鋼鏈帶跟 橡膠錶帶各有它的優缺點 那看你自己喜歡什麼樣 如果你喜歡 耐用的 扎實的感覺 你喜歡比較運動一點的 我覺得 鏈帶比較好用 那如果你希望 佩戴起來比較舒適一點的 比較服貼的 那那我想 就可能要選擇橡膠帶 尤其 橡膠錶帶 它的 藍色部分我覺得 它在顏色上的表現會比較整體性強一點 像黑面配黑帶 那藍面配藍帶 好那第三個部分我們來看一下這支 樓空錶 那 很多品牌的樓空錶 它可能會 為了通透度高 那麼它都會用手動的 手上鏈的 或者比較薄的機芯去 去做 這樣子 可以達成比較好的效果 那因為這一款 05的樓空錶呢 它是自動上鏈機芯 所以說 它做出來的 通透度算中等而已 好 因為它後面還有一個自動盤 所以它會擋到它的這個視覺 會讓它通透度稍微降低一些 即便它的自動盤已經做了 全樓空 再加上它的自動盤是所謂的全服飾 也就是說它是像輪子 輪框那樣的一個樣式 它整塊都是 自動盤 所以會稍微遮擋到它通透的效果 因為它 其實不是樓空錶專用的機芯 但也是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它的價位上其實蠻平易近人的 這是它最大的優勢 所以說 如果你喜歡樓空錶 但是你的預算又不高的話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基本上 如果你近看的話呢 它其實算樓空到位的啦 該刻的地方它都刻到了 該挖的地方都挖到了 所以它還是有什麼 含有樓空錶的氣息跟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是在這個 價位跟工藝方面 兩者做一個折衷 抓到一個平衡點 所以它是一個 很好入門的一個樓空錶 最後郭大用價位來幫各位做個總結 不鏽鋼材質搭配橡膠錶帶款式呢 定價是台幣14萬9千 那麼如果是搭配不鏽鋼鏈帶呢 定價是台幣16萬8千 那如果是樓空錶款呢 它的橡膠錶帶款呢 是20萬1000 不鏽鋼鏈帶款呢 定價是台幣22萬 另外還有兩款 這個 玫瑰金的款式 如果是搭配橡膠錶帶的 18K玫瑰金款呢 定價是75萬台幣 如果是玫瑰金 鏈帶款呢 定價是112萬台幣 好 以上跟各位報告到此 任何問題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